今天來到新一輯的Laser 反轉課堂 今天我們在說的是電腦系統 這個電腦系統我們大概會分三課去講 大家留意 都跟上一課講的東西差不多 相對地簡單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心一下 提一提,我們反轉課堂 除了我們待會需要作答一些問題之外 其實大家是要抽一記的 在看我這段影片的期間 其實大家是要用我們教大家的筆記術 去對抄筆記的 好了,今天的重點 我們期望是認識不同種類的電腦 要懂得如何分類不同種類 然後我們特別去關注兩樣電腦 一個大型電腦和一個超級電腦 這兩個都是我們小見的 好,首先記住 對,我們這個按鈕代表 我們要插筆記 其實一般來說 電腦很難畫 有很多不同的畫分法 但如果用回我們的書 就會主力畫分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個人電腦 其實基本上你看到這些desktop 你用手機 平板等等都是個人電腦 然後另一類就叫大型電腦 最後就是一些超級電腦 超級電腦 有些大型的電腦 在我們現在讀書的等級 理論上就應該接觸到個人電腦 大型電腦和超級電腦就少接觸 好,那我們究竟如何去劃分電腦之間的種類呢 因為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我們看看CPU的數量 記住,不是核心的數量 是CPU的數量 另外是RAM的數量 有多少RAM呢 它的存儲,即是存儲容量 體積,體積是說它的物理上的體積 譬如說是一部電腦平板 很小的,或是很大部,整間房間 最後,它究竟能支援多少用戶呢 當然我們在說這個就是最大支援 好了,大型電腦 你看到這些就是大型電腦 這樣吧 其實它們的CPU數量 其實可以接近一百個 當然,怎樣一百個的機器 所以你的機器就這麼大部 起碼是一個伺服器櫃的尺寸 你想知道什麼叫一個伺服器櫃呢 就是我們學校的6017 裡面就放了一個伺服器櫃 就是自低限度 一個伺服器櫃 然後放了這些設備 那些東西進去 所以它會安到可以是一百個CPU 那麼RAM的數量呢 可以超過30GB 而我一般來說 我當你硬有錢也好 其實也可能是16GB 一般來說 當然你可能再有錢一點 32GB 我沒有辦法 但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一般用家 我建議的8至16GB 是足夠的 除非你做一些特別的工序 可能要多一點 但是大型電腦上面 起碼是30GB 起跳 當然可以超過30GB 而容量就是數TB 其實你會看到 在個人電腦 其實在追緊一個大型電腦 有些東西 有些部份是在追緊大型電腦 例如RAM 可能在追緊大型電腦 儲存空間 都在追緊大型電腦 但要記住 這是在講最低要求 可能有些是去到PB 剛才提及了 體積 可以是一個伺服櫃 或者是多過一個伺服櫃 OK 接著 支援用戶的數目 大概是這一台東西 我們大概可以給幾千人用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咦? 我們之前學過多用戶 單用戶那些 其實這裡就是那個情況 就是說 原來這個可以支援多用戶 幾千人同時用 當然啦 它有八個CPU 譬如一個人用 可能幾個人用一個CPU 這樣 這個概念 其實都影響了我們一個 在電腦界對新的發展 不過現在我們用後再講 好了 應用通常就是一個 database 例如銀行 大型的數據中心 我們都會用一些大型電腦去處理 OK 可能對你們現在來說 除了體積上面 其他東西 和CPU數量之外 其實跟你們的個人電腦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很嘩的感覺 因為現在我們真的更加強了 即是我們那些個人電腦更加強了 所以就 但是以前 譬如很早期的年代 其實大型電腦都差不多了 即是大型電腦真的差不多 到時候就是 嘩 可能我在用一個CPU RAM只有8MB 不是GIG 是8MB 那當時的大型電腦 可能是10-20GBRAM 所以當時的話的程度是比較多 但是現在就沒有這麼誇張 OK 但是尺寸和CPU數量 是令到我們誇張的 好了 超級電腦 我猜大型電腦 你們不是經常聽到的 但是超級電腦 你們經常聽到的 因為譬如說 偶爾說 哪個超級電腦 打贏了一個奇王 香港天文台有的超級電腦等等 你可以想想 超級電腦的數量 其實CPU數量可以達到幾千個 RAM是可以超過1TB RAM不是說硬碟 是說真的RAM 剛才也說了 你當有錢 64GB RAM好未 只是它的很小部分 所以超級電腦的RAM好多 全取容量已經是PB 即不是TB 好了 體積了 可以是超過8個伺服器 你想想 整個房間 整個房間都放了伺服器 然後就是那部超級電腦 好了 用戶呢 都是數千 為何只支援數千個 其實就是正正在說 超級電腦的用途 剛才大型電腦說的是數據庫上 很多人進入讀取 但超級電腦通常不是做這些事 那做甚麼呢 剛才說了 可能天文台 天氣預測 軍事上面 譬如說我現在的飛彈炸去 炸去我自己的家 究竟它的射程 它的速度 角度是怎樣 就是超級電腦計的 很多很多一些很精密的計算 很複雜的計算 例如說 大家例示 有一個叫李君雄瑞星 李君雄瑞星 撞不撞到地球 現在看到它在走附近 也是超級電腦的 所以你看到它通常的工作 都是很單一去做的 不是要很多人做的 所以你看到支援用戶數量 就不會是很多 但是呢 它的計算就很複雜 它的計算就是 通常做一些很複雜計算的東西 就找它 它可能很單做 所以是下棋 下棋也是 當然有點浪費 你要找一部機器 來跟人下棋 那裏的資源等等 都挺浪費的 不過問題就是 你看到 它不會說 我同時間 當然它可能同時間跟很多人下棋 不過問題就是 你看到它的 purpose 就是我跟奇王下棋 這個就是超級電腦 好,今天我們要說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也了解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